Hello guys,What's up? How are you? 窩口,窩口,窩口 在遠古時代,台灣本是以大陸相連 台灣都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隨著聖上到訪美國 小粉紅的風向是一個轉的甜美 要知道上個禮拜還在噴美國抓間諜 打倒美利堅 這個禮拜就變成了中美合作 中美和平共存 美國其實是很好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我真的會笑死耶 小粉紅就是這樣 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沒有自己的思想 黨今天說反美 我們就跟著罵美國 今天轉頭要你親美 就馬上讚揚讚美 跟今天特色管理 明天馬上全面躺平放開 小粉紅不管怎樣 全面支持 你們有一點核心價值嗎? 你們都不會想昨天罵的人 今天就可以讚美 罵他的點在哪? 那稱讚他的點用在哪? 這兩個加在一起 幾天之內這樣是非常衝突的 而你們人格又分裂了是嗎? 還有愛國留學生啊 說自己去迎接聖上 原本要發400美金的 大概一萬三...一萬四台幣 差不多啦 反正最後啊 這個愛國留學生到手的 剩下100美金大概 3000、3200 結果他要去討養剩下的300 還被威脅說 你敢再討養 你回國馬上就標註你 註記你 以後啊 你無法在中國考公職或入黨 甚至找工作會有一定的難度 效衛死人啊 其中還說什麼呢? 原本說要發這個免費的餐 對吧? 結果只有部分的人領到 大部分普通的學生 都沒有領到 我們看到那條影片啊 非常多那個 戴紅禮金啊 愛國留學生啊 小粉紅在那邊愛黨愛國 對吧? 拿不到便當 還只剩100塊 還有 更暖心的是當天啊 跟反賊起衝突 被反賊暴打 唉 雖然暴力是不對的 但是我看了就很爽嘛 對吧? 那300 是被你們先前發的人給攤走了 你們之前不是一直在這個 中國境內嘲諷啊 什麼白紙運動啊 什麼開放啊 又躺平那些人是收美國的錢 你要確定耶 不是你自己身上在發錢的嗎? 而今年蔡英文跟賴清德 到訪美國的時候 你們也是同一批人 都是同樣熟悉的老面孔 一樣發錢 你們還是 唉 玩不膩耶 沒拿到錢 但是他說會給你錢 你還是要去耶 你們不是發自內心的愛聖上嗎? 那你們就不應該拿這400美金 你們連100都不該拿 你甚至還要倒貼400給聖上 對吧? 你要按你們這個愛國的邏輯 應該這麼想 那些高層啦 辛辛苦苦 尤其是聖上 還包下整棟飯店布置一個靈堂 對吧? 那個白布那個 帶了五六百個保安 我不知道多少 應該有那麼多啦 全部都換成中共國內的人 大老遠這樣子 含辛辱苦啊 來美國視察你們 給你們中國人 給你們粉紅面子 你看中國偉大復興啊 你還不給他錢 你還想他給你錢 你們是反的 是嗎? 而最搞笑的就是 這條影片 小粉紅看到歐美人士 全部鳥獸散 hi guys hello how are you? hi guys hello how do you do? is this was fast reaction? oh how do you do? hello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呃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ok thank you hello guys what's up how are you? 我靠 我靠 what's up guys hello how are you? hello what's your name? 靠你故意啊 what's your name? say goodbye to your friends ok you're in hurry right you're in hurr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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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英文怎麼樣? 我英文很差 很差 ok謝謝你 bye bye hello how are you? hello how are you? hello I'm fine ok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鄭雅熙 鄭雅熙 do you have English name? what can you do? I can I can what do you do for fun? ok 不是說要抓間諜嗎? 不是說民族自信大國風範嗎? 想起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還是 胡勝上執政時期 那個時候連計程車司機 都在拿那個英文字典 英文字典在那邊看 說我要讓這個外國人 有一個好印象 覺得我們中國人的英文水平還不錯 其實啊我們回顧一下89年的這個中國啊 大部分人的英文水準還是還可以的 你看有一個人說 外國人趕快跑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子的青年那個 真的長大 你們說這個少年強中國強 你看一下這副德性 對不對 英文不好是一回事情 有沒有自信又是一回事 而最重要的是你們 會說什麼 這是中國要給我說中文 就跟你們去海外用中文點餐一樣 而且要有民族自信 這也是你們強調你們所說的 那除此之外啊 在中美會談之後啊 微博馬上刷了四五條相關的熱搜 第一條熱搜啊 就是中國 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 聖上呼籲美國停止武裝台灣 什麼什麼台獨什麼諸如此類的 我只能說老生長談老調重談 這句老話你們說了千百遍 你聽不膩我已經聽膩了 而且你家聖上自己跟美國說什麼 我們聽到很多人在傳啊 2027年或是2035年會攻台 但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個規劃 也沒有做這個的準備 當然啦 這是聖上自己講的 而聖上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明顯態度有點不爽跟不耐煩 事物是被傳到頭很痛 那當然啦 依據你們相信聖上口中說出來的那個話 而且你們不能妄議中央對吧 聖上嘴巴講什麼就是什麼 你們不能揣測他心裡的這個潛台詞 或許是他有這個打算 但被美國看透了 所以他很不爽 但是嘴巴上要說 我沒有我沒有 你們不能這樣妄議中央 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你們不覺得 聖上脫口說出的這句話 跟你們自己微博熱搜的第一名 中國中將統一也必然統一 非常的矛盾 如果不通過武統 聖上又說他沒準備在解放軍這一塊 武力奪取台灣的話 難道是202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嗎 因為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除了武統之外 可以拿下台灣中國中將統一的選項 我想不到啦 而你們央視跟中國媒體 卻不敢翻譯這段給14億的中國人看 當然除非翻牆的那些人 你不報導給那些不翻牆的老人看嗎 難道是做賊心虛嗎 事實上還說什麼 中國沒有要取代美國 或是超越美國 那你們小粉怎麼不敢噴啊 不是說已經完勝美國了嗎 你講這句話都不會覺得很好笑嗎 你們人均一萬二一萬三說 要超越人均七萬的美國 你想想幾倍啊 你連台灣都超越不了台灣三萬四三萬五都超越不了 超越美國 要知道最近有位金融證券專家評估什麼 中國有將近兩千多萬的爛尾樓 包含已經爛尾的或是 已經超時交付的樓 那當然大家覺得這個數字可能有點扯啊 你要知道14億這個數字 平均下去兩千多萬 會很扯嗎 我覺得倒還好吧 那中國有那麼多那麼多的空樓鬼城的城市 光雄安心區就多少空樓空房了 我就其他這是什麼 你們還甚至還創造了一個 你們在浙江還是杭州 我忘了拿 你們不是弄一個很像巴黎鐵塔的那個 法式風情的城市裡面多少人 四分之一人都不到啊 那個城市住滿四分之一人都不到啊 你們如果真的有在做功課你們就會知道 推特上天天都有新冒出來的社區 哪哪哪又爛尾在抗議 真的算都算不完啊 沒有兩千萬應該也有個一千萬吧 房地產三巨頭啊 三巨頭不是破產就是爆了 你說小建商呢? 那最近你們B站上還有人拍片 維權爛尾樓這件事情被打江山 鬧蠻大的 你們該不會視而不見或是啊 忘了吧 還有一個更讓中國人關心的話題是什麼呢? 中美之間有考慮優化簽證申請 當然啦還是要簽證 只是他簡化了這個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光一個平台而已 這個搜索量就比以往高出了 四千四百一十趴 沒錯四千多趴齁 很多人都在高興以後 潤去美國 逃去美國 申請政治批誤更容易啦 你們應該要呼籲中國開放免簽 跟塔利班啊 跟北韓 跟哈馬斯 跟敘利亞才對吧 畢竟你們還要邀請敘利亞總統這個 你們還說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總統 那你們應該去那邊移民留學讀書啊 敘利亞欸 聽起來就很不錯吧 天天想去的這種 什麼日本啊 美國這種破敗這種國家 我真的不知道你們這些苦行 真的在想什麼 最後再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搞笑的影片 我生後的這個方向就是台灣的方向 台灣到底有多重要呢 它憑什麼可以掌控韓國和日本的咽喉 台灣作為中國最關鍵的省份之一 自古以來都是兵家的必爭之地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主要是離不開它的地理位置 台灣總面積是3.66萬平方公里 四面黃海 是由80多個島嶼組成的 也是中國的第一大島 想要問一下 你說的這個台灣島 是指中華民國統治的 台澎金嘛 區域 所有加起來的島 還是說 就光光你所謂的台灣省的這個島 如果你說的這個台灣省這個島的話 應該是六十幾座啦 包含什麼人工島嶼啊 什麼奇金島啊 還有這個什麼 什麼余光島啊 還有這個外面的什麼工業區的人工島 什麼琉球魚啊 什麼外傘群島啊 衝擊島這些算進去的話 差不多六十幾座啦 那你說的八十幾座 我不知道你是把哪算進去 如果你把所謂的台澎金嘛 那些什麼金門馬祖 你們那邊所謂的中共國的福建神 那邊升進去的話 那中華民國所有的這個 大大小小的島嶼加在一起 只要有露出海面的那種 不管它大小多少 應該是兩百多座啦 你說的八十幾座 我只能說很棒 更是大陸進入大洋的最近的踏腳石 作為主要戰略點 因此台灣對大陸是至關的重要 在遠古時代台灣呢 本是以大陸相連 約在幾百萬年前 由於地壕運動時 大部分的陸地下沉 形成了現在的台灣海峽 這樣呢 才使得台灣以大陸的分離 對嘛 這就是上天的旨意跟你說 要分離了 欸 啊你整個歐亞大陸都連在一起 對吧 連到這個你爸的國家 這也連到法國葡萄牙 你怎麼不說那些都是你的啊 我們在從中東往下 連到這個好望角 連到這個南非 通通都是鐵板一塊 你怎麼不說那些都是你的啊 我們在回溯個幾百萬年前 盤古大陸 連美國都是你的啊 南美洲也都是你的啊 你怎麼不說全世界都是你的啊 啊接著看下去 台灣呢資源豐富 自然環境優越 又稱為是寶島地主西太平洋 航道中心 它不僅是中國海軍 進入太平洋的必經之路 和海上作戰的主要戰場 也是中國 你這句說對了 你這句話給顧 你這句話給顧 好這也給過 說對了 所以你在這邊開戰嘛 對吧 你在這邊開戰 你後果是怎麼樣 你想一下嘛 對嘛 所以台灣必將統一 中將統一 你要在台海發動戰爭 你自己都已經把優劣士說出來了 不論從政治經濟還是軍事的角度出發 台灣都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己的孩子那必須是自己的母親來騰 他的回歸也是我們國家14億人的共同心願 等一下所以到底現在是回歸還是沒有回歸 現在同意了還是沒同意 你不覺得你們每次在講這點都很奇怪嗎 什麼自己的孩子還是由自己的母親來騰 我們從中華民國論 也是我們是母親 其實你是孩子 而且你是逆子耶 台獨論 跟所謂的大一統論的話 沒有這種關係 只有侵略 並吞 滅亡 沒有什麼 我成功幫你打 你就變成我兒子變成我女兒 沒有這種事 難道你們國內都盛行這樣的招數啊 難怪有八孩鐵獵女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小小見了掰